同学们早安,今天我们来学第四单元钱币 好,第一个我们先来认识钱币 那马来西亚的钱币呢,我们是用RM或者是令吉来进行计算的 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一块钱,它其实就是RM1或者是一令吉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张,这张钞票呢 同学们应该有看过,它呢是红色的 那么呢,用RM来写的话,它就是RM10 看到吗?这是十令吉,OK? 华文叫十令吉,国语叫RM10 RM就是Ringit Malaysia的意思 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一张 这一张呢,大家应该都很喜欢 它是紫色的 上面呢,写着一百 它是一百令吉 OK,那么写成国语应该怎么写呢? 就是RM100 华文就是一百令吉 一百令吉的意思 好 那这一张呢,上面写着二十 它就是RM20 华文二十令吉 那这一张呢,写着五十 它就是RM50 或者叫做五十令吉 好,B想 圈出有关一百令吉纸币的特征 一百令吉是红色的吗? 不是 一百令吉有没有海归呢? 我们先想一想 拿出来看一看 一百令吉的背面有没有海归呢? 我们等一等 好,这是一张一百令吉 我们来看 它的背面 这一座是我们马来西亚著名的神山 在沙巴州 金纳巴鲁神山 那么前正面呢 是有一朵大红花 还有我们的最高元首肖像 所以是没有海归的 它是紫色的 这里呢 这位是我们国家第一任最高元首 他并不是我们的国父 所以这个也不是 面额一百有没有 这里有写一百 木槿 木槿就是大红花的意思 大红花在这里 那么呢 神山 神山 还记得吗? 在背后 这个就是神山的山峰 好 同学们检查一下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九十六页 确认壁值 看一下 看不到 A项在正确的壁值上 垮钩 这里二十令吉 二十令吉 二十令吉 有三张 然后十令吉一张 所以你就把它加起来 二十加二十加二十 这里是六十 再加十七十 七十加上 加上四张一令吉 一令吉 两令吉 三令吉 四令吉 所以呢 就是 七十四令吉 好 第二题 这里有几个五十仙 我们来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五三十五 所以呢 七个五十仙 它是三令吉五十仙 三令吉五十仙 再加五仙 答案就是 三点五五 二M三点五五 好 我们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 我们就是把它加起来 五十加二十 再加二十 九十 九十加五 九十五 九十五 再加一二三 答案就是 九十八 好 第四题 这是一张五令吉 一令吉 一令吉 总共这里有六令吉 六令吉再加两个五十仙 它就是七令吉 七令吉再加两个十仙 七令吉二十仙 好 我们来看 第九十七页的B项 很清楚 四令吉等于多少仙呢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 那就是一令吉 它是一百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拿十个十仙 加起来它就是一块钱 一令吉 所以一令吉它等于一百仙 你只要记住这个 一令吉等于一百仙 那四令吉等于多少仙 四百仙 两令吉三十仙 等于多少仙 两百三十仙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你看到 这个RM要换成仙的时候 你把这个小数点往后移两格 一格两格把它丢掉 然后呢 零是不用写的 这个已经移来后面了 所以它是七十五仙 好 六十仙等于RM多少呢 六十仙还不到一块钱 所以呢 我们要写RM 零点六零 这是六十仙的写法 两百八十仙 换成RM 如果八十仙的话 我们是写零点八零 那前面还有一个两百 你就直接二令吉八十仙的意思 或者呢 就是你在这个后面点一点 然后往前移两格 把小数点点在这里 这个方法也可以从SEN换去RM 好 西项 在空格里写数目 组成正确的钱币组合 第一题是二十六令吉 二十六令吉要有几张十令吉 几张五令吉和几张一令吉组成呢 二十六 二十嘛 就是两张十令吉 那六令吉呢 就是一张五令吉和一张一令吉 加起来就是六令吉了 或者呢 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 那就是二十六嘛 直接一张二十令吉 还有六张一令吉 它就可以组成二十六令吉 好 第二题 三十令吉三十仙 你可以用多少张十令吉来组成呢 三十 三十 三张十令吉就是三十令吉 多少枚十仙 三枚十仙 就是三十仙 因为三乘十等于三十 三乘十等于三十 成法表在这个时候很好用 或者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多少张的五令吉 多少枚二十仙和多少枚十仙来组成呢 你看后边它是三十仙 三十仙的意思就是一枚二十仙和一枚十仙组成 那我们就要找出五令吉要多少张才可以达到三十块钱 五乘多少等于三十 五六三十 所以六张五令吉就是三十令吉 成法表在这个时候非常好用 好 活动三 两个币值的加法 加一加 二十令吉加十四令吉等于多少 这个时候其实呢 它就和一般的加法算式是一样的 不过你要记得它的单位是RM 所以你必须在写算式的时候也把RM写出来 RM二十加RM十四 然后画线 零加四是二加一三 RM拉下来 答案呢就是RM三十四 那你检查一下答案对不对 二十加十等于三十 三十加一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答案正确 B 八十五千加一百二十五千 等于多少千或者是多少RM 你可以有两种做法 八十五千 加一百二十五 你看啊 各位对各位 十位对十位 百位在前面 千 好 千呢这个单位你要把它抄下来 五加五等于十 八加二 再加一十一 一加一二 它可以等于两百一十千 或者呢 两百一十千等于多少钱啊 RM二点一零 你只要在这个 各位数十位数 十位数前面点一个点 它就可以换成RM 好 接下来第三题 这个牵涉到小数点的加法 RM五点二零 加RM七点六零 你把它这样子照样写下来 各位对各位 十位对十位 小数点对小数点 RM对RM 这个必须对的正确 才不会有错 然后我们把它加起来 然后我们把它加起来 零加零 零 二加六 八 点 拉下来 必须点 五加七 十二 RM 照超 答案 RM 十二 令吉 八十千 就是这么简单 好 第四题 第四题也一样 那么呢 小数 各位数要对各位数 十位数对十位数 小数点对小数 单位对单位 全部都写对了以后 我们才可以开始加 零加五 五 四加九 它是十三 十三进位 好 点 拉下来 一 加一 加三 五 R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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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明白了吗 明白的话 那你们就自己 做一做 第九十九页 和一百页 你们自己做一做 第九十九页 和第一百页 好 谢谢大家